来玩周可游戏 这应该是柴犬吧 反正是狗狗割草的游戏吗 还是什么类型的啊 GO 移动了 好凶哦 啊他是开宝箱的啦 没想到现在宝箱还结合手动 动作射击是不是 累积那些结晶啦满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了 好像就能开了啦 那那边可不开自动了 好他会自己去打就不理他了我们操作一点意义也没有 搞不好后面BOSS可以散招 你只能这样子想啦不然怎么办 他在那里手动应该是有一定的技术性 有一定的多样性 下一关击杀50只怪物 50只也挺快的啊已经达到40只了 我已经开到兰庄了 完成了 开启宝箱5次 好 狗狗射击 哇 海量 海量的怪物啊 再打100只怪物 慢慢打吧 我忙着开箱我就已经忙不过来了 因为我宝箱其实也不多 开的差不多了 通关一只 一只在哪里啊 这次啊 打掉了 现在就是开宝箱模式啊然后做出各式各样结合 你要不要做一个动作RPG的开宝箱 搞不好 能有一些其他的火花出现 下NORPG也有开宝箱了啊 硬是把开宝箱融合在里面 那未来那个背包啊 应该也是可以融合起来的啊 打150只怪物 我可以操作啊你看 没有什么技能啊 啊这样子不行啦 这样子就弱掉了啊 通关一只三 有啊我有技能的其实 我有两招 他自己会释放吧 画面就可以拉起来 看起来蛮大的 下一关开起宝箱五次 太空修复 我的我的船体要进行修复了是不是 开五次 嘿 接下来急杀两百只啊 可以转弹了吗 可以抽卡了吗 我迫不及待了 嗯是有一些变化了 但好像没有玩到一个爽度 如果他爆炸画面啊他使用的武器更丰富一点那就好 你开到什么武器你就装什么武器吗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样子你那个宝箱开的才有意义啊 如果你不管是开到怎么样武器他们都没有变化那就不好了 所以待会开个武器啊我们再看吧 因为现在我都没开到武器啊 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 好吧 我现在武器还是白装了 劍 该不会是在手除吧 我都开不到武器 这个又开始绑击率了啊 这个一定有绑击率 5G就是比较难开啊 击杀250只怪物 这种都是小品游戏啦 以后也可以搞一个开宝箱的塔房啊 好吧 什么时候可以开抽卡 这关打完就可以开抽卡是不是 太好了 可以抽什么东西啊 有没有伙伴之类啊 有啦 那要先把这关给打掉 好啦 那慢慢打吧 我来看一下其他地方 这是英雄目前两个技能 他整个节奏有很慢 如果打了 6分钟了吧 内斗好像也没什么变啊 英雄14 自动开宝箱也还没开嘛 好啦 一直我过了 看到我抽了没 来啦 开抽开抽 抽卡 15抽 抽什么 伙伴 自动强化 自动出战 第1位伙伙伴有了哦 你看我有伙伴了 哎呀你那些伙伴 你应该做一些变化吧 伙伴看起来就跟敌人一样 如果能开PK的话 我一定先把我伙伴给打爆 好不好 强化伙伴一次 自动强化 没得用啦 哎 我换这只好了 猪猪 我们 抽啦 我们绿色伙伴了 绿色伙伴抽到了 换一下可以吧 给不给换 第二伙伴要通过2-5才有啊 你看这只伙伴就比较不一样了 不是 领取 奖励 转转借车都很少 没有啊我前面就已经领过了 你还让我领 啊 这个就不行了 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应该要把那个任务都算进去啊 预先都先加进去了 本来人家新创局啊 做的都会比较粗糙一点 也难怪被人家模仿 难怪模仿都做比较好 对不对 因为这才叫做进步啊 现在是不是没什么事做了 谢谢要打到 2-5 太久了 体验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跟前玩法就这样啊 节奏偏慢 奖励 福利 有点差 那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好了 大家 就会打开 我看你 在我们聊天 的